机油变黑了是不是就要换了 其实也不是这样 机油变黑算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有个师傅 阴阳怪气的 慈眉善目的各种表情的跟你说 你这机油黑的来 已经像油烟机一样了 赶紧去换吧 它就是在忽悠你 那我们单位的小伙伴 刚好最近是换机油 趁着这个机会 做个小实验给大家看一看 那新机油代数十分钟左右 再放出来 你可以看到 已经是黑色的 那变黑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首先换机油 是不可能完全排干净的 你这种剩下的旧机油 发动机碎屑什么的 基本上都有可能还会在一点的 那么你新的机油 倒进来混合机来一混 其实很容易就会变黑的 白色的牛奶 加了咖啡不就拿铁吗 哪能会变成白颜色 对不对 同时随着你日常开车 发动机温度上升 机油也会氧化 颜色也会变身 所以机油要不要换 你不能光用眼睛去看 比较稳妥的办法 还是根据时间和行驶里程来决定 你看厂家手册上 标的那个换油周期就可以了 那么厂家 他肯定进行了这种大量的实验 总结出来这个结果和推荐值 本身他已经是很保守了 因为出了问题不是找他 对吧 那换的比他说的还要更轻 就有那么一点点把车子抬着走 把车子当大爷的味道了 那如果你实在还是担心 那你可以买点机油定性滤脂 你试一下 这个也比眼睛看 是要严谨一些的 老的国家标准 GB80301987 润滑油现场检验法里面 就提到过的滤脂斑点试验法 把机油滴到定性滤脂上面 然后在室温下面 放个大概一个小时的样子 你看油斑的状态 那我们把变黑的机油滴上去试了一下 可以看到属于正常的 没有贬值可以继续使用 但如果颜色有深有浅 一环套一环 像蛋黄蛋清这样的 荷包蛋这样的分得挺清楚的 中间还特别黑 那基本上说明机油 已经算是比较脏了 那需要注意的是 试纸的结果 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它不是最严谨的 而且它算是个老办法 那现在拿旧机油去仪器里面测试 给出的数据就要精准的多 那么上面这么看下来 可以确定的是变黑 它不代表变质 它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和现象 但是机油要是变成了其他颜色 它就不正常了 你赶紧去检查一下 你比如说机油乳化 它是变成白颜色了 或者是那种不透明的咖啡色了 这就说明有汽油或者水 混到这个机油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不光是换机油了 有可能还需要根据检查的情况 来清洗发动机内部了 严重一点 机油变得有点红 或者是有点绿了 那这个你要看 是不是防动液混进去了 如果是的话 你要得赶紧检查缸盖或者是缸垫 通常这种情况 发动机是有大修的可能的 那么各位朋友 还有哪些关于机油或者保养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讨论一下 点赞比较高的 或者感兴趣问的人多的 干脆就专门做起视频 给大家看吧好了 那没有关注的朋友 右边点个关注 我每天都会更新一条 汽车使用小干货的视频 大家一起来了解和讨论一下吧